哇咔咔 放中秋了 自成皇帝青男子大猫最爱大卷子 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猫呀 欢迎收看大猫的开学啦 开学啦 放假啦 大家吃月饼没有啊 都吃的什么馅儿的月饼啊 是这个蛋黄的还是豆沙的 还有一个问题啊 我听说北方的和南方的 吃月饼的方法还不同 北方的话是拿着一个直接啃 南方的话是把一个分成八份 一块一块的吃 是不是这个样子的呀 差点忘记告诉大家 我们这期要干啥了 这期的话大猫是准备去找一个雨林 准备打个雨琢磨 因为雨林神殿的物质太丰富了 我要做学校 必须先搜刮一座雨林神庙 这个样子咱们材料才够呀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出发 寻找雨林神庙 够够够够出发啦 经过沙漠才想起来 重庆还在高温啊 接近40度的天气热得不得了 听说全国就重庆还是高温区了 其他地方最高不过30度而已啊 我们还40度了 真的是太热了 这个是准备一秒入冬吗 难道重庆只有冬天和夏天吗 这位重庆人真的太难了 我太难了 你们看坐标这才走了多远啊 怎么就找到女黄岛了呀 不过晚上我们还是先睡一觉再说 这女黄岛都到了 我们本来把这个海洋落地灯给它挖了 还有它头顶上有8个秘营块 那我们再也不缺秘营了呀 都不用找火山了 nice 总算是找到雨林啦 不过我好像发现一个问题啊 这个雨林是不是有点小 只有几颗这个桥木 这这还是雨林吗 这只是有几颗桥木的森林而已 对森林都交不上 可太小了吧 就几颗 我们继续找吧 我太难了 也不知道找了多久啊 看见了一颗灵性的雨林桥木 又找到空岛了 还找到这个桃林和竹林了 最后到最后 总算是把雨林给它找到了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不过呢 这期时间又到这里结束啦 关键是它还下雨啦 是不是一到雨林就下雨啊 一激活雨说是妙 它也下雨啊 那只能是这样了 我们等下期再来寻找雨林之星碎片 然后再看看有没有真是妙啊 如果有的话我们一块给它打了 那这期视频到此结束啦 拜拜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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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